沿着Transt Canada的一号公路 继续东行就到了 曼省最东边的一个小镇 距离安省只有15公里距离的 Falcan Lake小镇 这个小镇有一个 以这个湖命名的省力公园 有一个camping site 有一个漂亮的beach 还有就是这个小镇 还为房车提供掩用水 可以给房车的水箱加满 现在我们就从这一号公路下去 到这个小镇 现在就到了这个小镇 先加满水 然后就到湖边看一看 这里呢 已经有一辆房车在加水 我们要等它加完了之后才能够再加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镇的一个水处理厂 这个地方可以提供就是说不用水 自从我从萨桶出来之后加第一次水到现在加水有个十几天了 现在我要开始加的水了 您可以用自己的管子 如果你要是用桶的话就用它提供的这个管子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为旅行的人们呢 在途中增加了不少的方便 这里的小镇的居民呢 很多也都是来这里加水 就是一辆就一辆都是用桶装水 这个小镇位于曼省的东部 距离安省和曼省的边界呢 大概有个十几不到二十公里 水加好了之后 现在就要去湖边壁齿 我给车加完水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湖边 它这湖呢围绕着小镇 然后呢 在湖边呢 有这么一片的沙滩 供人在夏天的时候呢 休闲 这里的风景呢 还是不错 到了夏天 这里头呢 可以游泳 还是非常不错 它这些湖呢 是一个狭长的一个湖 它的宽度不宽 但是呢 非常的长 有那么十几公里 那么长 今天的风不小 这个湖水的浪呢 也是挺大 这个壁齿还有一些娱乐的设施 供小孩们在一起玩 那远处的一个这个棚子呢 就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进行野餐 这个小镇弄那么一片的沙滩 也是为了吸引其他地方的游客 到这里旅游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